但现在我们来看看中日峰会 中日韩三方要一起举行峰会 双边会谈昨天已经先进行了 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共同举行了一个声明的记者会 把共同的共识提出来 其中没有提到台海 谈什么呢 三国领导人就从其2019年 就中断的FTA谈判 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还是把重点放在经贸这个角度上面 包括李强 中国大陆的总理 在中日韩峰会后表示什么呢 会共同加强跟东协中东国家 还有跟日韩这里的各种合作 尤其要因应北韩俄乌战争 没有提到台海 强调北韩没有核化吗 那日韩的领导人见面各有所求 先看看李强抵达韩国的时候 当然是被高贵格对待 红地毯迎接 看到画面下飞机的时候 韩国首尔官方 当然给予他非常高的礼遇 红地毯下飞机 那在迎接之后呢 立刻即刻的就之后 随后举行了双方的双边论坛 那李强跟尹锡悦双边会谈 大概谈了一个小时 同意要展开FTA 中断八年的各种经贸的谈判 重设外交国安对话 显然都是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上 提到北韩呢 当然是南韩最关注的消息 北韩所谓的核武威胁这件事情 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南韩则是强调 他虽然跟美国战队 他也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没有改变 所以却则在分析 中国大陆是南韩最大的贸易国 去年却在对中出口额里面 比前一年降了20% 出现了建交31年来 第一次的理查 所以南韩政府态度是什么 他希望加强或恢复 跟对岸中国大陆的交流 维持经贸合作 毕竟是邻居嘛 尤其是4月南韩国会议员选举 执政党惨败 更需要在经贸上加把劲 而在这个过去 李强会见三星 他同时进一步还在跟企业界见面 是跟三星集团的会长李在荣见面 大家都知道 南韩是只有这些国营 这种重要的民间企业 几乎把持了整个市场 跟关键的影响力 在见面的时候特别强调是 哇 我们的中韩产业链 必须要深度的互相合作 行程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这种谈话 要求更大的对华投资 经贸合作是中韩关系的压仓石 很清楚在这些民间企业来讲 对于官方合作之外 也是重要的一环 而中日会谈谈什么呢 岸田会谈谈核废水排除之后 要把这个开放 海鲜禁令各种的管制 要重新开放 李强子轻轻回答了一句 核污水的排海问题 关乎全体人类的健康 当然软钉子给他了 但岸田文雄向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 关切台海和平 他回应也一样 他是说在岸田提到 台海和平问题的时候警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不可逾越的红线禁区 以至于最后的三方共同生命力 就没有台海这一块了 当这个大陆继续在黄海博海继续军演 刚好是在中日韩峰会这个期间 也就是没有在客气 我虽然跟你在谈 但同时中国的驻日大使馆也继续批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种说法很危险荒谬 继续的谴责 然后同时是26到62号 继续在黄海跟渤海演习 甚至根据日本官方发布的消息 已经连续第158天 今天早上发了消息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继续创从2012年开始 日本政府把这些岛屿 纳入国家空气以来的新纪录 继续接近日本的岛屿 那当然日本方面就很紧张 而北韩的动作南韩更紧张 日本其实也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就发传出来说 它要发射导弹 试射 结果今天报导里面是说 它是军事卫星 即将在6月4号之前就会发射 第二颗的军事侦察卫星 可能会有三个地方火线碎片 会掉落在附近的海域 澳洲人报导 说是有大批的俄罗斯专家 到北韩去协助这一次的卫星发射 但暗影会的时候就强调 要合作对抗北韩 这才是对日韩之间 本来一直都有恩怨情仇 这一刻希望把聚焦对象 对抗的对象 聚集在北韩这一块 亮哥 中日韩峰会的最后结论 很清楚的 刻意的把台海的这种氛围 排除在外 对了 因为三国都意识到经济最重要 可是我认为中韩的空间 应该会比中资要大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韩国坦白讲 已经跟中国已经变成逆差 韩国本来跟中国的贸易出口 占24% 在亚洲也算很高 我们台湾最近是降到28.5% 还是很高 韩国是24% 可是却变成逆差 你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 成熟制成的半导体 中国大陆就不买了 他可能就自己做 这个金额是满大的 所以还有他的汽车 他的汽车也被撞上 还有造船也被撞上 甚至连那个OLED 京东方都起来了 所以韩国这一波 真的中国大陆 相关产业的崛起 冲撞最多的国家就是韩国 所以韩国就是 一定要想方设法 所以他不是说 中韩FTA要进入2.0 要升级 我觉得他就是在找空间 就看是不是可以 更方便 韩国有一些企业 可以到中国或怎么样 因为坦白讲 我觉得韩国最有竞争力的 我觉得好像只剩下韩流 文化创业产业 是 我同意 可是韩流你不觉得 已经被中国管制很久了 对不对 导致偶像团体都开始有中国版 开始复刻出来 对不对 中国大陆也越来民族主义高涨 所以现在比如说有外国的团体 在中国大陆巡演真的是很少 之前还蛮多的 所以韩国大概只是要像三星 就是高阶的半导体 不然其他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大陆真是逼近 所以韩国是有普遍的危机感 可是也因为这样 尹锡越因为前一阶段全面倒下美国 所以就导致韩国的反中情绪高涨 这个高涨我觉得不只是美国因素 还包括他的经济 绝对好像被中国追上 所以那种竞争 这种竞争的压力 所以对中国大陆就越来越有意见 不过因为终究上朝鲜半导的问题 没有中国协助真的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觉得韩国 他再怎么亲美都有一定的极限 就是他还是要维持跟中国打交道 可是日本就不一定是这样 日本给人家感觉就是 美国已经正式颁给了 亚洲副警长的角色 他们最近成立了联合总部 日本已经正式进入 所以可以参与一定的作战的讨论 所以我认为日本现在的情况 跟美日的安保已经进阶了 而且未来还要做 这个1000公里的飞弹 对不对 最近买战斧巡异飞弹 然后又扬言要在好几个 南西诸岛要来部署飞弹基地 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很有意见 你从冲绳 一路甚至包括云纳国岛 在计划中都有 你在云纳国岛部署飞弹还得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中日真的比较不好处理 而且福岛核污水的问题也没有处理 没有看到他要让步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有点卡卡的 而且中日韩FTA当然中方是提出 希望能够有战略级别的对话 可是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处置 小剑长如果我们看到北韩的动作 当然国际上都认为 北韩动作是比较不可控的 本来说要发射导弹 现在是发射卫星 俄罗斯又有大批的人员去支持 去帮助他的研发等等 当然南韩就会很紧张 所以接下来的这些行动里 可能会影响是什么 有什么可知研判的角度吗 如果说我们仔细的看 北韩它的飞弹的话 其实它的射程不断的增加 但是它实际上没有试射的空间 因为它如果说飞越日本上空 它才能射到太平洋 可是飞越日本上空 事实上来讲 就会引发日本跟美国 非常大的一个外交的压力 但是实际上来讲 北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制裁的 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 可能从他一出生 他一就学他就听到的 就是北韩被制裁 制裁到今天为止 可是我们看到北韩的 这些军武越来越进步 到底谁是背后的引武者 现在看来就是俄罗斯 甚至从俄乌战场上面 捡回来的飞弹残骸里面 也都有韩文 怎么会有韩文 那个北韩提供的 至于说中日韩三国的高峰会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参与了这一次的高峰会 然后他特别强调 要推动合作全面重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以及重大关切 什么是重大关切 日本就讲了 也就是撤回日本海产出口的禁令 这个是他们的 真正最重视的部分 但是还记得吗 2023年10月30日 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不是说没关系 中国大陆不进口没关系 我们驻日美军来买 现在就驻日美军继续吃就好了 对不对 不是就这样吗 我们不是台湾也有驻日代表 驻是帮助的驻 我们说我们台湾人来吃 你进口 然后你讲清楚 那个是在哪里出产的 所以其实讲这些 通通都是有的没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中日韩三国 其实就是居相邻 那心意怎么样相同 那其实是最重要的症结点 心病的症结点在哪里 在美国身上 虽然我们看微博上面有一句话 也就是中韩的友谊靠日本 中日的友好靠韩国 日韩的友好靠中国 也就是这三角关系 但是事实上 不管是中韩 中日 或者是日韩 全部只靠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在后面一直侧动 一直侧动 就是像刚刚 郑亮老师所讲到的 他如果不断的卖飞弹 要部署在 那个西南诸岛上面的话 中国跟日本 到底要怎么谈下去 没得谈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看 其实这三国 虽然我们讲说这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建立了25年 然后这是第九次高峰会 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怎么样的大 宾哥怎么看 这次中日韩高峰会 至少在美方先前 跟日韩之间的关系密切之外 有多了一个不同的管道 来对上对话吗 你不管怎么样 总是停了这么久 重新又可以开始启动 那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三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说这一次能够搭乘 什么很重大的成就 我个人认为是还蛮困难的 像比如说中日韩三国FTA 它宽松度还要超过RCEP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要成就是蛮困难的 导致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之前韩国跟大陆签了FTA 然后结果当时很多 就是绿营的人或独派的人说 你看韩国跟中国大陆签了FTA之后 经济每下愈旷 然后就不行了 所以跟中国大陆签了FTA非常危险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你看到 尹锡越现在还想再跟他FTA2.0 继续深化 所以显然中韩之间的经济关系 跟台湾的这些人想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对韩国来讲 中国大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那他只是想说怎么样去改 改变他的产业结构 然后去因应新时代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不断的绞尽脑汁 在想办法寻找对自己的产业 对自己的国家最有利的位置 那问题是我们台湾在干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台湾好像意识形态比较重要 可是我觉得 因为中日韩之间有太多的问题 不只是美国卡在中间 也有这三国根本利益的东西 所以特别是中日之间 你说要谈出什么很具体的成果 我认为极度困难 因为尤其是日本现在已经完全 就是站在美国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那就会更加困难 因为核心利益就完全不同 你看他在这种时候 还要提出台湾问题 你提出台湾问题基本上就是 你得到的回答一定就是 人家理都不理你 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能碰触 碰触我就翻脸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觉得提这个东西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当然现在在钓鱼台这个地方 大陆还是持续的不断的 因为日本把它收为国家控制 那就表示呈现一种实质占领 那大陆就是我每天派海警船去 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边还是争议海域 这个不是日本控制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 只要这个问题没解决 一天没解决 这个情况就一直持续下去 绝对不会停止 那倒是我觉得很妙的 就是北韩发军事卫星 美日韩紧急通话要劝他停止 你觉得他会停止吗 你怎么劝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劝我都不晓得 如果你告诉他说 我们重新回家谈判 我解除对你的一些限制 什么东西 你有一些东西交换 他可能会停 你什么东西都没交换 就说拜托你不要再涉了 为什么 不然就威胁要打下 对 不然你就说 你敢动我就打你 对 不然你两个都不敢做 为什么他要听你 我实在搞不太懂 现在北韩很明显 就跟俄罗斯结合了 这个是你美国大力促成的结果 那请问一下 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 已经没得了解决 美国劝不了北韩 也劝不了中东 他劝得了谁呢